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陶陶老师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人民日报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路 你没教好孩子是因为你不懂八个关键词 我们就来解读这八个关键词 第一个就是乐观 我们怎么样让孩子树立乐观向上的心态 有一些孩子他是很悲观的 上课可能有一点点听不懂的地方 马上他哭去了 然后他说哎呀,这下我考不好了 我学不会了,我听不懂了,怎么办 没有信心 这样的孩子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为难 他一拿到作业,这么多作业我写不完 或者说做数学题拿过来一看 这个数学题太难了,我不会 其实他根本就还没有读题 没有动脑筋去思考 他就觉得难了 这样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不够乐观 怎么让他更乐观呢 让孩子学会接受现实 比如我们班的小孩啊 我每一年到考试的时候我都会给孩子提要求 我说你们自己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吧 有几个孩子就是平时在班里成绩是属于比较落后的 他站起来哎,他说高吧 他到时候完不成,拿不到奖励 他如果说的太低吧 大家都看着他,他又不好意思 这时候我就会说我说没关系 你就说一个你觉得你能考到的分数 你不要把自己去跟我们的其他哪些哪些同学去相比 哎,这个孩子说那行,老师我考八十分 我说可以,你如果能够达到八十分 老师就奖励你,有的小孩呢 他说老师我考八十分 我说不行,你考八十分不行 你能考八十五分 所以就是你让孩子接受现实 我考不了九十分 我考八十五分 我考八十分 哎,我也很开心 因为这就是我的能力能够达到这个成绩 这是一个 第二,你去培养孩子乐观的性格 就是我们班有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孩子 如果他考试这一次没有考到第一名 他一连几天他都不开心 哎呀,他做事情都有气无力的 你让他干什么他都不积极 后来我发现以后我就说 哎,你这样不行呀 你这次没有考到高分 你有没有发现问题在什么地方 这是因为这张试卷实在太难了 是不是这样的 他不是因为你学的不好 那我今天没考好 这次考试就成绩作为我的激励 鼓舞着我 我下一次争取考好 是不是这样的 你要用这个分数来鼓励你 激励你 还有一个孩子 他是快考试的时候 他胳膊鼓裂了 而且是右手 不能写字 妈妈带着他来的时候 我一看 他的手打着脸绷带 你知道吗 这个要强的孩子 在这种情况下 他心里很难受的 如果是成绩不好的孩子 厌学的孩子 他就很开心 我不用写字 我也不用写作业了 但是成绩好的孩子 他是非常难受的 我说没关系的 老师给你布置其他的作业 咱们现在学的每一篇课文 你都争取把它背出来 老师不让你写 你写不了 我们放假的时候 老师给你单独布置作业 怎么样 他也觉得很开心 老师格外看重我 就是我们让孩子尽可能的去乐观 当然中间需要你去培养 遇到问题了 你要去帮他解决 第三让孩子有一颗平常心 不要把眼睛就盯在自己的成绩上 可以让孩子发现自己其他的闪光点 如果这个孩子成绩不好 你告诉他 我看你画画画的特别好 将来说不定你是能当画家的 就是你给孩子尽量的去找能够让他乐观起来的东西 能够让他有自信的东西 培养他乐观 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宽容 也就是让孩子学会感恩 懂得宽容 有些孩子是心胸狭窄的 我以前的学生里边有一个女孩成绩特别好 我当时就想让他去当学习委员 带着孩子们读一读书 是这样 结果这个孩子说 老师我妈妈说了 我在班里什么都不要当 我就管好我自己的学习就可以了 当时我一听 我说这家长教育孩子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这个家长这样教孩子 就养成孩子他自私的这样一种心理 他跟班里其他孩子融入不进去 因为同座位的同学 如果伸手想借他一块橡皮 他就是不给用的 我亲眼看着上课的时候写作业 旁边的同学橡皮掉在地上了 这小孩就伸手去拿他的橡皮去用一下 人家刚拿过来你知道还没有用 他伸手就把橡皮给夺回去了 我当时一看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这是什么行为啊 咱们在一个班里的同学 像兄弟姐妹一样 咱们是要互相帮助的 那你能保证你永远都带着橡皮吗 假如有一天你的橡皮忘在家里了 其他同学也不愿意借给你 怎么办呢 后来我把他带到办公室 我就去跟他这样聊了 稍微好了一点点 但是很多时候还是不行 那后期这个班里许多孩子不愿意跟他玩 尽管他成绩很好 老师都很喜欢他 但是同学们不愿意跟他一起玩 这样的孩子就是什么 他心胸狭窄 不够宽容 有一个孩子 特别有意思 是一个男孩子 特别皮 然后成绩也不好 但是他在班里就是一呼百应 为什么 这个孩子我发现了 他真的有宽容心 特别的大方 有一次下课 两个孩子来找我告状 两个孩子一前一后来了 满头都是汗 这个孩子就说了 哎呀老师你看 他踩了我一脚 我这脚踩得好疼啊 另一个孩子就说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 我说你在什么地方踩到他 他说我在走廊里玩的时候 他我不知道他在我身后 我就踩到他了 我说你看 同学不是故意的 对不对 让他向你道一个歉吧 他不小心 你要是愿意原谅他 你们两个还是好朋友 如果你心里实在觉得难受 那你去踩他一下 他也是很疼的 你要去踩他一下吗 他说我不要 我说你看 多大方的孩子呀 哎呀你的心胸太宽广了 你真是一个宽容的孩子 他听得特开心 另一个孩子向他道歉 两个手拉手出去了 有一次我在班里要求默写 我说咱们把纸 每人撕一张纸下来 你就现在要默写给我看 上午学的古诗 我中午要求回家背 下午我们来尝试写一写 看哪些同学是能写出来的 结果有些孩子就是没有带纸 这个孩子马上说 老师我有我借给他们 我就看他吃啦吃啦 撕了几张纸 借给旁边的同学了 所以像这样的孩子 他宽容大方 班里许多孩子都爱跟他交往 你在学校看是这样的 但是他这种性格 他走上社会以后 你想一想 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 是不是更容易被别人欢迎啊 更容易被别人接受 所以一定是什么 一定要学会宽容 你才能成长 第三个关键词是勇气 大多数孩子 他都是脆弱的 胆小的 胆子大的孩子必定不多 你说胆小的孩子 他哪里来的勇气啊 这就靠你去培养他 训练他的意志力 讲到怎么去培养勇气 我要讲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词 挫折 现在许多孩子 他遇到挫折以后 他就过不去了 为什么 家人都是帮助他扫清了一切的障碍 他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要让他去经历挫折 怎么经历 比如说 孩子有一次忘记带作业本 忘记带作业本 老师就会批评他 像我在班里 不允许孩子不完成作业 你不带来 我给你三次机会 三次以后 你依然忘记带作业 就等同于你没写作业 你必须在班里把它完成 我会惩罚他 今天你跟着执日小组 一起去扫地 一起去执日 你要让孩子去面对 我做错事情了 带来的后果 我自己去承受 你让他去承受挫折 只有经历过挫折的孩子 他才能够有勇气 他才能够有自信去面对未来 我们接着说第四个关键词 你要教会孩子自我保护 现在有一些孩子真的不会自我保护 那你要教会这个孩子进行自我保护 当孩子被别人欺负的时候 要让他第一时间告诉他信赖的老师 或者是家长 而且要教给孩子一些安全常识 比如我们说今年内水 也每一年到夏季的时候 都是孩子内水的一个高发时期 我在班里就经常教孩子 我说同学们 当你在水边 你发现小朋友内水的 被淹了喊救命的时候 你要干什么呀 小朋友们会说 老师我要救他 我说你救他会游泳吗 老师我会游泳 我去救他 我说你会游泳也不允许你下去救他 你太小了 你要先保护好你自己 才能去救别人 你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是大声呼救 一边呼救 一边去找大人 知道吗 不是你自己跳到水里去救另一个孩子 你到水里可能就被他也拉下去了 帮助别人的前提是你要保护好自己 不仅是这一方面 我带着孩子们在做看图写画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写画课当中 有一幅图片 有一个小男孩 他跑到马路中间去捡球 然后旁边一个小姑娘 嘴巴里在对他说话 路上一辆汽车 许多孩子在写这幅写画的时候 都写的特别好 有的孩子说是他在马路上玩球 球跑到马路中心去了 汽车差一点撞到他 多么危险呀 我们不能在马路上玩球 这是一种 你不能在马路上去玩球 你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马路上有汽车太危险了 你看孩子们都通过这样的练习 能够反映出什么呢 孩子们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对不对 知道不能在马路上玩球 这都是大人教给他的生活常识 所以我们要教给孩子生活常识 第五个关键词是梦想 孩子要有梦想 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问孩子 你有什么理想啊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 到了二年级我们又说了 孩子你想长大以后想干什么 你说一说理由吧 一年级只是说他想干什么 到了二年级就要说一说理由了 到了三年级你有什么理想啊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想 为了理想你要去做什么 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难度 它是有梯度的 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这样往上走 你一定要让孩子敢于去梦想 有的孩子说老师我长大以后 有的孩子在家里会说拿着飞机买屋子跑 妈妈说你在干什么 不要跑他说妈妈我长大要当飞行员 马上大人就去训斥他 就你那样你还去当飞行员 你看这就把孩子的梦想给扼杀了 所以当孩子有梦想的时候 你应该推一把让他离自己的梦想更近 那如果孩子说妈妈我要当飞行员 哎呀你太厉害了 当飞行员多厉害啊 可以驾驶飞机在天上飞 还可以驾驶飞船将来到太空中飞对吧 那你要当飞行员的话你首先你语文成绩要好 数学成绩要好你成绩要好呀 还是说为什么当飞行员成绩要好呀 因为当飞行员你要认识许多的仪器 你要学会看这个仪表盘呀 还是说哦是这样呀 你看你去引导他 你要善待孩子的梦想 孩子才能够坚持有自己的梦想 我们再看第六个关键词 培养孩子的沟通技巧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一些孩子他一生气了 他就哭闹 他不会表达 像这样的孩子 你要教给他怎么去沟通 教给他最基本的社交礼仪 在外边我们说公共场合不能大声说话 高声喧哗 因为会影响到其他人 这是一点 第二点 要让孩子知道尊重别人 我们在语文课上会教孩子口语交集 口语交集当中就会教到孩子尊重 你听就是一种尊重 当别人说话的时候 你没有认真听 那别人跟你说话 你就不尊重别人 是不是这样的 尊重是互相的 所以我们要教孩子学会沟通 就要告诉孩子 你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而且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 他要勇于承认 第七点 交给孩子理财 你说孩子那么小 怎么学理财呀 我经常也跟家长们说 我说不要给孩子带零花钱来上学 想吃什么喝什么 在家里让他吃好喝好 对于这个零花钱 我曾经单独讲过一节课 也就是孩子早接触零花钱 学会使用零花钱 长大以后 他对钱才能有一个概念 让孩子养成储蓄的习惯 你就给他买一个储蓄罐 让他去存钱 储蓄 当你想买心爱的玩具 你可以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 让孩子养成储蓄的习惯 而且不让孩子带零花钱到学校去 能够斗绝孩子们之间的攀比 我要说的最后一点 第八点就是认识自我 怎么样帮助孩子正确的认识自我 第一鼓励孩子主动和人交往 尤其是当你发现孩子很内向的时候 你要主动带孩子出去 去跟别人在一起玩 多跟别人沟通 因为他不太会跟人沟通 所以他可能就会自卑 要教会孩子什么 每天发现自己的一个优点 同时家长帮助他 去肯定对你有这个优点 那么这八个关键词 是人民日报给我们分享的 因为在孩子的成长期 我们光去强调成绩 肯定是不好的 因为决定孩子一生的 不仅仅有成绩 还有许多客观的因素 比如乐观的心态 宽容的精神 以及自我保护的智慧 所以今天就借用人民日报 给我们分享的八个关键词 给大家做一个解读 喜欢我的分享 可以点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